前清宫一个太监捧着长两米二背口粗的大棒 直手一端站着庆王刚毅等后当成员 背打一端呢站着孤零零的光绪 慈禧铁青的脸端坐在龙椅上 一开口啊便急颜立色把光绪按在地上摩擦 天下是祖宗的天下 你怎么敢任意妄为 大臣是我多年挑选出来辅佐你的 你竟敢不用还勾结叛逆 你这个逆子 秦爸爸没有人叛逆 儿臣也没有叛逆之事啊 这是什么 你居然搬下密诏 要康有为等谋我 你这不是勾结叛逆 是什么 光绪很慌 这字是我写的 可是我没有交给康有为啊 的确这份密诏原文件并没有给康有为 被发现的这份是手抄副本 问题是 他怎么就落到慈禧手中了呢 这段剧情啊 做了改编 所以原著中没有答案 而电视片段呢 也没有明确交代 不过仔细观察 当慈禧甩下密诏 训斥光绪时 镜头却给到了这张脸 虽然只有两秒钟 但是告密者的得意 付出的快感 已经爬满了刚毅的大圆脸 而他的主子 在甩下这份密诏后 也由声色俱力 变得声泪俱下 我就不懂了 你怎么就这样子恨我 我是你的母后 是你的亲爸爸呀 你四岁抱进宫 身子不好 是我一生抚养你 偶尔嬷嬷待着 晚上还是要跟着我睡呀 你经常要闯 我这一宿 要起得折腾好几回 你怕打雷 一听见雷声 你就吓得哇哇哭 非要我亲自抱你 哄你半天 你才安静下来 我心心苦苦把你拉扯 你亲政 你要改良 你要变法 我没拦着你呀 我打心眼里头赞同你 我好好的在园子里头待着 我到底哪一点爱着你了 你这么对待我呀 正当慈禧气不成声时 大殿门开 荣禄和袁世凯来了 这是决定光绪皇帝命运的时刻 谋害慈禧 罪名是否成立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荣禄 作为后党最粗的大腿 荣禄这边刚接过光绪谋反的密照 5.0势力的袁世凯就慌忙用膀胱扫了一边 刚毅的脸紧绷着 袁大头 熟悉不 让你跟谭思同密谋 我这边正愁没人正呢 这回跑不掉了吧 袁世凯浮沃在地急速呼吸 偷眼看一下倒霉的光绪 再看看龙椅上强势的慈禧 手指扒了三下地 一次比一次用力 终于鼓足勇气 对不住了皇帝 禀太后 谭思同就是拿着这份墨血的密照 让臣起兵唯一和缘 电光火时 光绪投来一个惊诧又仇恨的目光 而慈禧的眼神更是充满杀气 官复原职的刚毅 绝不放过彻底整垮地挡的机会 慈禧霸气扫尸后 众位大臣纷纷用膝盖赴衣 庆王想想 一个爱情觉罗大侄子 一个揽拳狂魔慈禧 想保命啊 也得没脾气 不料慈禧却不理会 反观袁世凯呢 刚松了一口气 就遭到暴击 袁世凯 袁世凯 臣在 你手术两端 我岂能容你 来人呢 来人呢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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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臣 臣 忠心耿耿啊 太后 忠耿大人 太后 袁世凯 忠勇可嘉 要说呀 如果不是荣禄 主动请迎北洋大臣 直立总督 慈禧这会儿 可能已经凉凉了 出于对这位 满族大臣的极度信任 慈禧让袁世凯啊 捡回了一条命 而从两个 夺命皇巫长手中 挣脱的袁世凯 紧张到心脏狂跳 不能呼吸 大脑缺氧到 连跪地都要反复练习 他把头埋到最低 整个人已经懵逼 在最关键的时刻 本想着做个污点证人 检举揭发 别让康党的火 烧到自己身上 不料 种种原因 主观的 客观的 又让自己成了 投机分子 而他更想不到 眼下虽然保住了性命 可一旦费地失败 他将为自己的 这次决定 付出更多的代价 不过啊 显然慈禧 已经动了费地念头 在一片汹涌的 费地声浪中 后党的领袖荣禄 反而很淡定 这话一出 费地狂魔刚毅 就不开心了 而荣禄之所以 此时不赞成费地 从后面跟李鸿章 密谈的剧情来看 他并没有明确的判断 只是当前情势 错综复杂 急于废地 必然不利 光绪呢 长舒一口气 虽然太后训政 至少名分上 自己还是个皇帝 而慈禧太后训政 第一件事 便是发动物须政变 捉拿维新党人 就在谭次同 逼袁世凯 杀慈禧灭荣禄的 关键时刻 维新派的领袖 康有为离奇失踪了 甚至连他的弟弟 康广仁也不知他的去向 原来 这位两偏浓密胡须的名人 毫无地下工作经验 早在去密会 伊藤伯文 请求援助的时候 就被刚毅安排的狗仔 给盯上了 于是 心有余悸的康大人 就胡子一刮 脚底抹油 逃到日本去了 讽刺的是 在维新局势 尚未完全败落时 弟子林旭 本就不赞成 亲信袁世凯 亲兄弟康广仁 更是劝他离开京城 而这位不知进退 缺乏政治经验的老师 仍然选择了孤注一掷 天生我才 也许就是为了 拯救天下苍生的 管他如何凶险 绝不能中途畏缩 变法以来 我维新大人 窒息太锐 包揽太多 同志太孤 举行太大 而树敌太多 康先生 心就如水火 大权在太后 我们成功的可能 微乎其微 本来不必冒乎 但我赞同先生 即使我们近日失败 却是为明日成功奠基 先生 为了维新大业 为了明天 愿意先往 而当袁世凯告密揭发 慈禧发动 务须正变之时 这位明知不可为 而为之的孤胆英雄 拒绝了和梁启超 东渡扶桑 再图未来的机会 而是选择了另一种 成就变法的归途 卓如 我不是白白去送死 不有行者 无以徒将来 不有死者 无以换后来 各国变法 无不流血 流血方能唤醒国人 死有何难 活着 继续我们的事业 那才是真难 父 卓如 我为其义 君为其难 拜托了 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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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洋会馆 谭思同最后一次 弹奏绷听起 那年在流洋 雷电将院子里 一棵约六丈高的 梧桐树劈倒 他用树的残干 做成了这把琴 他坚信 雷电劈倒了它 是要我来成全它 我将它做成这句鼓琴 让它的铿锵之声 长流天地 才不枉了它的良智美才 当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他将崩琴琴 复之一句 你们怎么才来 公元1898年9月28日 杨瑞 刘光帝 康广仁 杨申秀 谭思同 林旭 在菜市口引进旧路 史称 戊虚六君子 至此 历时103天的违新变法 宣告失败 乾清宫光绪宣读圣旨 慈禧开始了第三次垂帘听政 光绪步入迎台 廊桥上 李莲英突然跪地 这位名义上的皇帝 此时并不知道 这将是他命运的归宿 而李莲英脸上 再也没有了太监那股子 阴阳怪气 相反 他欲言又止 流下的眼泪也是真诚的 在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 败下阵来的光绪 除了侍卫皇帝 更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远处 慈禧张望着 那是迎台的方向 那是他为过往上着索 为权力封的印 为光绪化的牢 他既有政治家 对权力嗜血苛求的残暴 也有普通人 对亲情难以割舍的眷念 可很快 逃亡海外的康有为 又开始疯狂搞事情 而他这么一搞 慈禧就对光绪 彻底失去了感情 也将使光绪陷入更深的泥潭 这个咱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多多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古道在此 谢过各位了